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是有心的拿到了第一批货 那么现在就给大家来展现一下这款VRBOX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包装是非常的不错 包装非常的精美 那么其实那里送朋友什么都非常不错 好 我们可以看一看内部有一款魔镜 一个配件盒 我们首先来看看配件盒里面 配件盒里面有一根头带 它头带是单独分开装的说明书 还有一个配件袋 还有一个配件袋 这个头带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款头带的话是比较宽 而且比较柔软弹性非常的好 带的应该会比较舒适 因为它的受力面积会比较大 受力面积会比较大 所以带的会比较舒适 好 我们来看一看这款VRBOX 外观上也是非常的简洁 黑白 层次分明 也是非常的时尚 简单的logo 那么这款VRBOX 它有几个非常独特的地方 非常独特的一些设计 不管是功能还是一些人性化的上面 都非常独特 那么我们来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看镜片 这是我们虚拟眼镜核心的东西 我们来看看这款镜片 镜片的话呢 VRBOX它采用的是一个42毫米的 这个非球面的光确素质镜片 那么我们测试以后呢 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它戴上去以后呢 第一个它的放大倍数是比较适中 同时呢 它的变形非常的小 那么就是说我们知道 如果说你变形放大的倍率 倍率太大的话呢 它的四个角变形会比较严重 而且呢 你的金隔 你看到手机屏幕的金隔 也会比较的严重 那么它的这款呢 正如他们设计师所说的 在这个镜片上他们花了不少的功夫 它的镜片看上去以后呢 第一个金隔是比较少 而且呢 它的变形也是非常的小 再加上它44奥的镜片呢 比目前市面上 大部分的虚拟现实眼镜 镜片都要大 那么看上去以后的效果 沉浸感会好了很多 这个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再一个呢 它这里也是采用了一个皮垫的方式 但是也是非常的柔软舒适 好 我们来再看看前面 前面呢 它有一个这个特殊的地方 那么我们知道 很多的魔镜呢 它是采用一个前盖的方式 那么VRBOX这边呢 它改良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 它就是从侧面 从侧面抽出 放入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个方式呢 也确实像他们所说的 有效的避免呢 你在开盖的时候手机掉出来 而且呢 它这样从侧面插入的方式更加的方便 插入以后就可以开始观看 好 我们来看一看它这一块 夹手机的地方 那么VRBOX它同样采用的是一个弹花夹的方式 但是它不同的地方 它是单面夹 单面夹 那么他们设计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好像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屏幕太高 那么就好像你坐在前面的两三排 那么你要抬着头看 所以它的屏幕是往下居中 往下靠 那么呢就好像你坐在五六排 一个比较合适的角度往下去看 这样子呢会更加舒适 而且单面夹手机呢 它会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 如果说你手机比较大 那么你两个夹子都得同时掰开 这是一些细节的问题 所以VRBOX这一块做的会比较用心 那如果说是单边夹的话呢 我就非常的方便取 取下单边就好了 而且呢它配上了一些小配件 那么这个小配件呢 这个EVA的贴棉呢 贴上以后呢 也会有效的防止 加住你的手机的音量键 还有你手机的一个刮花的防止 有效的防止 同时它固定的这个方式 也非常的稳固 非常的稳固 我们可以看到 这改变了以往的一些魔镜啊 用海绵啊 来直接靠海绵的力来压啊 其实这样对我们的手机的保护力度是不够的 好 装好以后呢 我们放进去就可以开始使用 那么它还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地方 就是它也同样具备这个焦距和物距的调节 同距和物距的调节 大家可以看到 焦距同距 它是分开调节 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亮点 它是分开调节的 它分开调节什么好处呢 就针对了不同的人群 比如说我的左右眼的近视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不一定是在一个焦端上面 所以它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设计 而且同时呢 它是一键两用的功能 那比方说呢 它就是我这个键上面可以调节物距 同时呢 还可以调节同距 非常的方便 一键搞定 不用再说 把模型取下来 来钻晶片啊 或者怎么样 那么它这个设计呢 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方便 其实VRBook是 我们在测试了 几天以后呢 我们有所感触 就目前来说呢 可能它的 效果 包括它的人性化的一些设计上面呢 它都是非常的有优势 性价比非常的高 因为它这个售价也不是非常的高 所以它的性价比是非常的高 而且观看的效果 就目前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它不会眩阴 像有一些小的模型呢 我们戴上去以后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眩晕 看久了以后会恶心 不舒服 但是VRBook是这一块 因为它采用的是一个比较大的晶片的处理 所以它看上去以后呢 非常的舒适 非常的舒适 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非常的不错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